二十岁 身体内外都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 与出生时相比 我们的头部增大了一倍 躯干增加了两倍 上肢增加了三倍 下肢增长了四倍 血容量增加超过十倍 我们将迎来一生中生命力最强的十年 不仅肢体发育完善 消化、内分泌、心血管等系统 也是功能最好 容错率最高的时候 然而有太多人仗着一副健康的皮囊 总在放肆地熬夜晚睡 久坐不动 不健康的饮食 不停地透支着生命 现如今 大量的慢性病开始年轻化 这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 出现健康问题的年轻人 他们的生活方式 大多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 就是桌、卷、省 桌就是指挥霍健康 为慢性病埋下隐患 这个时候的人就好像月初发了工资 手里很宽裕 但健康这个储蓄账户如果不注意维护 随意挥霍很快就会见底了 这个时期 对于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 会决定不同的结果 比如运动 心脏是人体中工作量最大的肌肉 运动能使心脏强健 同时也能提高心脏的工作效率 让它每次收缩 能输送更多的血液 同样的 运动能促使肺部毛细血管生长 让我们每次呼吸 能吸收更多的痒 不幸的是 有些选择却对我们很不利 和朋友祖局吃喝 绝对是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 但接着就是 身体器官收拾烂摊子的时候 比如肝脏会尽可能地到处 攥取水分 来帮助你解掉酒精的毒 脑部75%都是水 当肝脏大量取水时 脑部就会遭殃 水和重要的矿物质都流失了 大脑因此缩小 脱离了脑壳 这种特别的头疼 宿醉 大家一定都体验过 如果经常处于夜店等嘈杂环境 或是长时间使用耳机 嘈杂的高频声音 会使耳窝内的听毛受损 或许是目前还察觉不到这些微小的影响 但生活习惯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日期越累的 当量变上升为质变 会给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作息不规律 爱熬夜 给身体的内密系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还有就是饮食不注意 外卖是家常便饭 摄入的油 糖 还有盐 远远高于膳食之难的标准 导致三高 吃了重口味的东西 饮水量不够 也不爱运动 要是在聚会喝点酒 高尿酸也就随之而来了 加起来就是年轻人的四高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以及高血尿酸 他们一旦缠上你 死亡四重奏也就不远了 在年轻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 肠道 肝脏 以及肾脏 努力地过滤着这些超标的物质 勉强维系着健康 但是如果作久了 这四高就不仅仅是体检报告异常了 而是变成真正的慢性疾病 再比如 久坐 以及长时间的葛优滩 让年轻人的颈椎 腰椎等疾病的发病率 越来越高 脊椎的损伤 也是不可逆 如果二十多岁时不注意 到了三四十岁 脂肪堆积上来了 脊椎的压力会更大 年轻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也被迫进入了癌症抽签的候选名单 二十一岁患糖尿病 二十三岁患胃癌晚期 慢性病 甚至重症 越来越多地找上了年轻人 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已有超三亿的高血压患者 其中十八至二十四岁人群 高血压患病率为百分之四左右 二十五至三十四岁人群 高血压患病率 为百分之六点一 很多年轻人说自己身不由己 二十多岁正是身体有本钱的时候 撑得住996 007 要抓紧时间多卷一阵 给未来的自己打下经济基础 但是卷也要讲究适度 因为它不仅仅是剥夺你的休息时间 损伤你的腰椎 颈椎 更隐形的伤害是给你带来极大的焦虑和压力 现在的年轻人心理压力尤其大 积累成严重的健康问题 包括生活压力 工作压力 社交压力等等 都是很大的 如果不注意缓解对心理和身体的健康造成的双重伤害 压力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 急性压力就是比如我们在面临重要的事情时 会紧张 会发抖 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等等 这是身体在调动能量去应对压力的表现 健康的身体 过了这个节点就好了 但是如果血脂比较高 又经常处于急性的压力状态 就有可能引发心梗 脑梗 慢性压力 甚至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中 这时 我们精神高度紧绷 会导致身体消耗更多的能量 从而更容易出现压健康等问题 首先 心理方面 会产生强烈的沮丧 忧虑 焦躁的情绪 还有可能演变成抑郁症 影响大的功能 其次是身体机能方面 由于营养激素 长期都被调动去抗压了 供给身体 其他地方就缺乏了 从而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消化系统紊乱 血压高 神经衰弱 等等一系列症状 在精神状态方面 长期紧绷 也会让你的注意力 记忆力很难集中 判断力也随之下降 所以在心理学上有句话 你笑 全世界都与你同笑 你哭 只会增加 心脏病的几率 年轻人 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要注意给自己留一个 放松发泄的退路 比如 长跑 比如 看些幽默的电影 再比如 找个空地 大喊几声 如果压力源持续存在 反复刺激你 就需要 及时就医 寻求专业的帮助了 爱惜身体的本质 就是省 不要透支健康 虽然人体很多细胞 都能不断再生 但再生一次 就是消耗细胞的一次分裂机会 当细胞不能再分裂 就面临着老去和凋亡 所以 省着用 才能让健康储蓄流失的慢一些 但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的省 却用错了地方 省 就是只顾享乐 不在健康上做投资 有很多年轻人 一谈到养生 他就感觉和自己没有关系 其实 这跟我们女生护肤的逻辑 是一样一样的 什么时候开始护肤 皮肤状态 就会在那个时间段 停留的久一些 而我们的身体 也像一台机器 你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健康 这台机器 就可以使用得久远一点 使用体验好一点 如果等到真的出了大问题 再去维修 或者就直接报废了 卫健委曾有一组数据 说 中国老年人 60%到80%的积蓄 是在临终前一个月送给医院的 但是如果在慢性病的预防上 我们能够多投入一元钱 就能减少8块5的治疗费 节约100元的抢救费 所以我们经常说 少喝一杯奶茶 少吃一顿炸鸡 自己做点营养早餐 学会计算 红量营养素 以及微量营养素 这些营养知识 拿小钱投资大健康 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年轻时种下什么种子 年老就会收获什么果子 年轻时的不健康生活习惯 会给自己买一下胃病隐患 可能年负力强的时候还没过去 身体就衰老退化到 必须依靠药物了 年轻人需要每日三省无身 作了吗 卷了吗 省了吗 希望你每天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做一个不作 不卷 不省的三不青年 拥有身体好 睡眠好 情绪好的 三好生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